Ezzy哥仔 MIRROR今天終於派了他們2022年第一首單曲Innerspace上台 填詞就是小刻,作曲方面比較混亂 在做影片的這一刻,有人說作曲是這樣的 也有人說是這樣的 曲風跟上一首比較偶像向 有點棉花糖感覺 由湯令山作曲的12就很不同 比較傾向上一首All-in-One那種 重bass、重拍子的跳舞歌 這次還有一點西域的感覺 也很適合這次的主題Innerspace 在拍影片的時候,Emi還沒出 據消息,這次有激光,有水舞 是水中跳舞的水舞 有成員說笑,跳到腳都斷了 就說這次是目前最高難度的一次 以前Reflection的時候 據知道阿Jer是難跳到哭出來 不知道市隔三年之後的阿Jer這次跳舞會不會有需要哭呢? 這次英文Rack的部分就算之前 Mega Hit, Mega Mix, Mr. Stranger之後 這次Innerspace的英文Rack部分 都是由Anson Lo寫歌詞的 看來Anson Lo真的很喜歡英文Rack 不知道接下來他會不會有出一首 自己個人的全英Rack單曲 不過對上次在《冤枉娛樂》的《齊撐廣東歌》中 Anson Lo說到暫時沒有這個意思 不過都時間十個月了,不知道有沒有變 有趣的地方就是我拍這部影片的時候 MV還未出現 有部份網民就說 遲就知道是Anson Lo寫的 但到底是誰在唱呢? 網民好像自己都沒有分得清 這個就真的要等現在MV出現了 然後大家去看一看才知道 隊長Lockman就說 今次Innerspace 是帶大家進入一個幻想的世界 再帶大家跳入自己壯闊的宇宙 觀察內在的自己 再思考一下 了解一下 沉澱一下 在過程中發揮一個更大的潛能 宇宙都是一面鏡 學會愛惜自己 就會學會身邊周遭所有的東西 是快樂的第一步 說真的我還未聽這首歌 之前看到他這個形容 我真的聽得有點迷 這次很圓啊 既然他說這首歌是講了解自己 再尋找快樂 那我今集也講了解MIRROR的冷知識給大家聽 成員們有次被問到他們最喜歡什麼的味道 姜濤的回答就是他最喜歡沐浴露的味道 Ian說是食物的香味 Edan就只答了香味 Anson Kong說是果香味 大家都答得很明確 Edan雖然說香味 但你起碼知道是香味 其中有兩個成員的答案比較特別 Jer就是答最喜歡的是樹木的香味 說到大自然 通常都聽人說喜歡花香味、草青味之類 樹木的香味到底是怎樣的呢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試過 我只是去問過木板 還有那些可以驅蟑螂的木味 就這樣問一棵樹的味道 這個答案真的比較神秘 不過說到神秘 就怎樣都不夠Anson Lo答得那麼神秘 他最喜歡的是自己的味道 我以前一路都以為全世界裡 就只有自己是聞不出自己的味道 原來是可以的 不過這樣就麻煩了 因為這個味道實在太少人能夠知道 如果粉絲們想送香味給Jer 他可以去樹木 如果你想送東西給Anson Lo聞 那你也不知道怎麼辦 接著就到了他們最怕的事物 如果你們是鏡粉 你們又可以看看自己害怕的東西跟他們一樣 姜濤和Jeremy的答案都是說最怕的是NG 不知道他們到底NG過多少次才產生恐懼症 因為這個是入行之後的答案 即他們本身應該都會害怕 不過我現在入行後 發現沒什麼恐怖的一個NG Anson Lo最怕的是死魚 或者魚頭 這個我也害怕 我也真的害怕 我覺得魚很恐怖 Ian跟我一樣 很害怕在頭腦一片空白的時候要回答問題 再加上Ian的樣子感覺上都比較天然來 很容易拍出來 不要叫我回答 Jer最怕自己一個 Edan也是跟我一樣怕昆蟲 而Anson Coyne就是怕蛇和爬蟲 原來我也集合了很多MIRROR成員的恐懼於一身 好了,今次EG就到了這裡 上星期就說星期一不會出片 因為上星期六已經出了主片 但是MIRROR出歌,我又要開工了 明天就放過一下我,好嗎?星期三繼續見 逢星期一、四、四出我生活的主要片段 星期二、三、五都出了EG歌仔 想知道更多派台新歌和樂壇最新消息 以及每集都會有1-2-3-4個的冷知識 就要訂閱這個頻道 按下我小鈴鐺,這樣出片YouTube才會告訴你 Follow我的Facebook和IG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拜拜! Adul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